我也看到有的媒体就布林肯国务卿在访问亚洲国家的时候发表的相关言论 我想指出的是美方一方面渲染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 一方面又表示无意同中国冲突 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同中美元首恢复的精神不符 也难以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同 如果美方真像其声称的那样要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话 就应当切实尊重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 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 拼凑小圈子调动集团对抗 就应当尊重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而不是平凡派剑机到南海炫耀武力挑衅滋事 就应当做地区对话与合作的促进者 而不是挑拨地区国家关系 破坏地区团结合作的搅局者 美方挑动分裂隔阂 煽动对立对抗的做法 在世界上不受欢迎 在亚太地区更加行不通 在世界上不受欢迎 在世界上不受欢迎